这个启良良还真的是蒙星平民之友 少有的良心角色呀 零命机智完整 六命全队增伤 带大世界跑图能力 能加速能爬山 还有超高的大招倍率 一个大招轻松十来万 关键的是这还是个四星角色 来抽到了启良良的看过来 本期视频来讲讲启良良 配对玩法与养成 首先是配对方面 估计各位一定刷了不少 启良良化身秋名山车神 各种创敌人的欢快玩法吧 超绽放 逆绽放 玩得不亦乐乎 甚至还有说 启良良的挂草能力比草神都要强 这就有点 过了哈 启良良是几乎没有后台挂草能力的 四命也是非常鸡肋的 更不可能跟草神媲美 这个玩法快乐是快乐 在实战中却未必好用 我们看到的各种乱杀 有可能人家的草神是二命的 你一路也是两命的 有没有启良良也是乱杀的 所以实战测试下来 启良良最实用的玩法 就是作为一个盾斧巨玩 如果你没有中灵 那么启良良的盾 是可以让你安心的 九十级 九级战绩 血量四万八 二千岩加二花海 武器记理剑 就这个面板 十二层的海乱鬼 点按战绩 可以抗住一刀 长按战绩创三下 可以抗住三刀 启良良在四星来说 盾量应该是目前最高的 仅次于中灵之下 这里也教大家一个小技巧 我知道你们肯定看不懂 启良良战绩的小座位 我就直接演示了 长按战绩开车 创三下敌人 然后点赞技挠一下 这样就可以获得最高的护盾量 而且启良良的盾 是可以做到无缝衔接的 那么作为盾斧 可以进的队就多了 就拿当期up举例 抽了宵宫 没钟离 带一个启良良 抽了绳子 没有钟离 带一个启良良 都是可以的 草行酒 带一个启良良 这个时候 就不要开车创人了 直接套个盾就好了 尼路队没有星海 用的是巴巴拉的话 化身秋名山车神 确实还不错 但要是用的是星海 或者行秋夜蓝 还是老老实实开个盾吧 剩衣物 主要堆生命就行 推荐2000岩加二花海 蟹量有多高堆多高 武器 五星圣险之药 目前还没有四星的生命武器 四星推荐代记礼剑 可以刷新战技 即便是高压环境 盾破了还能补上 技能加点方面 作为盾斧的 只需要点战技即可 如果想要大招有点伤害 才需要点大招 大招给的超高倍率 也可以作为速切负C去使用 但这个对于人物的练度 就需要比较高了 当然也会失去顿量 带个物切 换个工伤爆的剩衣物 我尝试下 灵命 九级大招 969.4倍率 不吃药 一个激化可以打14万 深渊实战 提八速切 猫猫一个大招 可以去到8万范围伤害 还是非常猛的 后续可以期待更多大佬 再配对方面的开发吧 命作方面 灵命机制完整 四命多了的3.8秒一次挂草 有点鸡肋了 六命全队元素增伤12% 这个给的也是蚊子腿 不必抢取六命 最后非常感谢梦神给的六命起凉凉 作为测试 OK 做个总结 起凉凉 作为一个四星顿斧来说 完全是合格的 萌星大世界深渊都将是非常实用的 超高的大招倍率 也可以在合报和速切玩法上开发 可以说非常良心的一个角色 考虑抽取的小伙伴 建议去神子卡池抽 以上就是关于起凉凉的分享了 下课